威尔暴露真实面目 赵佐佐发飙怒提分手 将小鱼拍手叫好 威尔在得知赵佐佐搬到了 和将小鱼之前生活的房子后 和赵佐佐说话就变得阴阳怪气了 自己明明给乔乔安排了更好的公寓 赵佐佐佐却带着乔乔回到之前的房子 虽然知道赵佐佐是为了乔乔的病情恢复 但威尔还是对赵佐佐的决定感到生气 自从乔乔找回来以后 赵佐佐就很少和威尔联系 因为乔乔的原因 将小鱼经常和赵佐佐共处一室 俩人的相处也越来越密切 这让威尔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于是主动出击找到将小鱼 让将小鱼离赵佐佐远一些 将小鱼看见威尔吃自己的醋 不禁笑了起来 称自己和赵佐佐之间早已没有了感情 现在在一起只是为了照顾乔乔 但是威尔坚持让将小鱼远离佐佐 但将小鱼又怎么会同意 毕竟乔乔现在离不开将小鱼 威尔拿公司威胁将小鱼 但将小鱼为了瞧瞧 根本就不畏惧威尔 直接起身离开 威尔的控制欲爆发 开始派人监视赵佐佐佐的一举一动 还擅自推掉赵佐佐佐的工作 赵佐佐得知后便和威尔吵了起来 争吵的过程中 威尔无意间暴露自己监视赵佐佐佐的事情 赵佐佐觉得威尔变得不可理喻 转身就要离开家门 但此刻的威尔已经失去了理智 挡在门前不允许赵佐佐佐离开 还质问赵佐佐是不是又要去找江小鱼 听到这句话的赵佐佐 再也受不了威尔的控制欲 巴奇怒提分手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关注